那一次就是土耳其大地震 然后我们去研究土耳其的一个街头木款 那安心木款回来了 还是要把善款清点 清点完之后再送到台北峰会去做佼佼 那一次我是有跟她讲说 我们有接头木款这件事 当我九点多 十点回来 我才发现我进不了门了 然后我按电铃也没有人开门 然后我打电话也没有人接 我就知道惨了 这一次真的是非常地生气 各位好 大家会客室 邀请你一起来迎接纯美时光 邀请到这两位老师 也是词纪人 欢迎洛纯美洛老师 毕秀好 全球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洪荣楼老师 主持人好 全球观众大家好 国中要考高中的时段 有补习才知道说 原来老师这么忙 开始有体会了 老师您自己来谈一谈 当时候你最忙的时候 一天真的睁开眼睛到学校 到晚上真正可以闭嘴 是 最多多久 当导师 我都当导师 因为是一个数学科目 那七点半就到校陪学生 然后加上有时候老师请假带课 七点半就一直忙 一直教 教到六点钟 那六点钟之后 晚上还有一些课 所以整天下来 坦白说已经上课了十几个小时 是 那算年轻 所以体力比较好 好的 所以孩子常常没有看到爸爸吧 孩子还是都是跟妈妈比较亲近 对 因为我小学 其实四点半就已经放学了 那放学其实五点 就差不多回到家了 那尤其孩子在小学阶段 其实是跟着妈妈去学校 跟着妈妈回来的 所以不管是孩子的功课 孩子的作业 孩子在整个的教育 其实都还是妈妈在陪伴 但是在这个阶段就很有趣了 两个人要颠倒过来了 我们的陆老师开始忙着做词迹了 然后洪老师发现 我的神王好像没什么样 那时候陆老师最忙做词迹的时候 让你有什么样的感触 因为我负责这个上课而已 家里面的大小是包括孩子的生活起居 都是他负责 那慢慢 孩子也慢慢长大了 他就也慢慢接受词迹了 所以他有时候去做词迹的时候 我回到家的时候有种失落感 怎么他还不在家 然后这个家怎么 好像孩子也没有人督促他 然后家事好像也有一些碗还没有洗 那我是个大人主义 我觉得说这个厨房的事情 应该是女人的事情 今晚我先回到家 我不会去洗这个碗 我只会很生气地躺在主卧室的那个床上 在那边冒烟 那他很好 他穿着旗袍八正道回来了 十点多了回来 十一点多回来 他不敢进主卧室换衣物洗澡 他一定会内手内脚先去厨房 把那些碗筷 还有那些厨房煮东西的东西 整理整理才会进来主卧室洗澡睡觉 那其实他的声音我都听得到 其实还蛮能够想象那种 生气冒烟的感觉 那个人那个累积累积 也总有一天会爆发 我们这边有看到一段小故事 听说真的有一次您就晚回家了 然后发生什么事 那一次就是土耳其大地震 然后我们去研究土耳其的一个街头木款 那那个时候我是 等于是委员组的组长 那很自然的就会带着我们整个组 到整个到街头去做爱心木款的这个部分 那爱心木款回来了 还是要把善款清点 清点完之后再送到台北峰会去做佼佼 那一次我是有跟他讲说 我们有街头木款这件事 但是我并不知道说 我出去了之后 家里是有人打电话来邀请吃饭的 有饭局 对 所以当我九点多十点回来 我才发现我进不了门了 师兄生气了 他非常的生气是觉得说 我应该是五六点 大部分五六点一定会回家煮晚饭 怎么那天假日 到了八九点还没回来 而且重点就是说 他答应了一些好朋友晚上有吃饭 那晚上要吃饭我并不知道 他也觉得说 答应人家的事情这样施约很不礼貌 所以他就非常的生气 然后也就是后来气到就把门还锁起来 把门锁起来 然后我按电铃也没有人开门 然后我打电话也没有人接 我就知道惨了 这一次真的是非常的生气 这一路走来 他真的都在包容我 坦白说他可能是很爱我 我就很感谢他 因为有时候 我就当我起烦恼心的时候 我在客厅骂 他会说发牢骚 他在厨房做菜 那有时候我还觉得他可能听不到 我还会走到厨房去 骂给他听 是 因为如果他可能听不到 我有时候一骂一凶 他听到没有反应 他会选择什么 他会选择离开厨房 去煮卧室折衣服或是做他的事情 他会离开现场 他不会跟我争吵 到现在都是这样子 那那一次真的是因为朋友的太太 在家做菜 邀请了三对夫妻他们家聚餐 那我事先没有跟他讲 因为想说他五六点就回来了 常态信他这个时间就回来了 是 回来做饭 没有想到他那天募款什么还要结账 送到台北婚会去 然后十点多 那那个太太一直打开吹 人家两对夫妻又到了 你夫妻小孩没有来 那我就很心急 他觉得说怎么这样做 其实那时候不是他按电铃 不开门而已 我怕孩子帮他开门 我还把那个电铃线把它拆掉 电话不接 我根本就不知道 对 他回来没有跟我大扫 大话脾气 他回来又很愧疚的样子 我真的很感谢 真的是他一路上多包容我 真的是很大的福报 现在跟洪老师说话 完全想象不起来 你以前生气会是什么样子 其实我在外面给他感觉都非常好 包括同事 家长 一些朋友 事业事业 都对我的感觉是非常温和的一个人 没有想到这路是最清楚 先跟各位还原一下 他不是不找那个时代没有手机 人出去除备自己回来 或打电话回来 真的才找得到人 所以吃吃的等 难怪会不开心 后来 老师你有没有在做慈祭的脚步上面 或者是会 人家说要用一些方法 让真正家里小孩 先生 更能够了解你在做什么 其实那个时候我就也 有一些慈祭的活动 我大部分会邀请师兄 可是我家师兄他非常奇怪 只要是我邀请 他第一句话说不要 不 我绝对不会去参加 可是如果是一些师兄师姐 像我们千惠师姐 杨美师姐 他们邀请 也会说好 就是比如说我们要去访评 然后呢 刚才说 洪老师我们缺一台车 你要不要 能不能来帮忙 其实我家师兄 他除了学校就是家里 他没有其他的地方 也就是说他的假日 其实也没有特别 什么样的活动 然后呢 他呢 对于别人的邀请 他很难去说不 可是对于自己的太太的邀请 一定会说不 所以呢 那时候 我们的一些师兄师姐呢 大部分都会请他帮忙 开车啊 我们要去访试啊 就是什么 然后其实他也跟着一样出去 所以他慢慢地 其实他就知道 自己的太太在做些什么 了解 他也觉得非常有意义 只是就是说 当我知道 有时候他不是太在生气的时候 然后呢 我几乎那几天就不会 就不会出去 就是说晚上也会 我就委托别人去开 然后呢 有什么活动 我就请别人去做 我就都在乖乖在家里陪他 反正他会觉得说 你这几天怎么都没出去 的确 有时候做慈激的脚步 要调快调慢 其实都要因应当时候的状况 尤其是上人特别提到 真的所有的慈激志工也好 家业要顾得好 对 如果真的是需要为事业打拼的时候 也不能够懈怠荒废 这个部分有很多的小问 人跟人之间的相处 不是一语可以道尽的 所以他们两个在走慈激路上 要怎么样去协调呢 我们未来有机会再跟你们聊一聊 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看《纯美时光》 感恩两位今天的分享 感恩 感恩您收看今天大爱会课室 我们明天见 我非常感恩 我旁边的是我生命的贵人 就是带我进慈激的翁千惠师姐 千惠师姐带我进慈激 参与访平 所以我在慈激想要做什么事情 她就是给我很大的助援来成就我 那雅美时姐因为是北区活动组组长 那有很多的学习的机会